对女性 3%的体重是脂肪 对男性我们叫它必须脂肪 那你说为什么你这样不公平 让男孩子少一点脂肪 女孩子要这么多 我们不喜欢脂肪 因为女性她有她的生育功能 所以有些体操运动员 或者女性她这个脂肪减得太低了 她没有孩子 这就是下面标准女孩子 要比男孩子多一点 那上面标准男孩子 如果你的体重的20%以上是脂肪 我说你胖了要减肥 那女孩子我让她可以放到30% 那你说又不公平了 问题是女孩子的胸部和臀部 女性本来就脂肪多 所以如果你测量下来 你的脂肪超过这个比例了 我说你肥胖 那么这个测量有很多方法 对我们以前跟大家推荐的一个 叫就是说body mass 就是body mass 那么这个测量有标准的 到水下测量 或者拿着仪器测量 这个在国内现在很多了 所以你要看看你的脂肪超不超 第二 我脂肪在标准 比如说双胞胎 他们两个脂肪都是30% 两个女性 但是一个脂肪在腹部 一个脂肪在臀部 就不一样 就是刚才你朋友的新闻里面讲的 如果这个脂肪在腹部的 它的心脏变成糖尘面的威胁 要高很多 那么这个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 很简单的你拿一个尺 量你腹部最小的地方 比如我说我现在量下来 我的腹部是80公分 臀部是量最大的地方 所以我臀部量下来100公分 80除100 0.8 如果我的腹部是100公分 臀部也100公分 就是1 这个我们叫腰臀比 腰臀比呢 男性不能超过1 女性不能超过0.8 那你说这要求对女性又高了 问题是女性的臀部本来就脂肪多 你要等它到一比的话 那就很危险了 这就太胖了 所以说腰臀比男性超过0.8 女性超过1 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增加 那么这个是第一 我想多少脂肪 第二就是我说脂肪在哪里 第三就要看看 就是你的脂肪细胞的数目 这个怎么差呢 这个呢就要拿活体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发现 很多人他拼命的 就你讲的 这最后事情怎么这么难 他每天在健身房里跑 不解 有的人说我喝凉水都会胖 有的人说我天天吃肉都不胖 遗传 所以现在的就是我们要看 你这个胖究竟是你的脂肪细胞 太多或者脂肪细胞太大 这两个可能都可能的 结果科学家呢 他就说没有生出的小孩 就把他的脂肪细胞拿出来 一看他在出生前三个月 他的脂肪细胞的数目拼命增加 因为这是很要紧的 因为这个人类很有意思的 这个婴儿他好像知道 我现在妈妈肚子里很温暖 我一生出来外面就很冷 我要储备一些东西 所以他就储备饱兰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一般 这小孩他没有饮食习惯嘛 因为他就是妈妈给他营养 所以你没有办法控制脂肪细胞 这就遗传 等到生出来以后六个月 继续增加 你又不能控制 因为他没有饮食习惯 可是他一生出来 那个细胞有多少已经固定了 对了 在肚子里的时候 他会长多长少 那么一个是遗传 一个是饮食习惯 所以如果在小学 小孩幼儿园 有些父亲母亲 他管小孩 是用吃来讲的小孩 小孩说妈妈 我没有吃 你给我讲个故事 妈妈没有空 那我很boring 你到冰箱里面东西吃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不控制小孩的饮食 他的脂肪细胞就越来越多 就像你讲的 到成年以后 这个细胞 睡不了了 就是说你出生了以后 你的脂肪细胞还会增加 根据和你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根据饮食习惯 所以如果家属里面有肥胞的 你一定要控制这个饮食 那么我们有个实验 就是说 把差不多有四百多斤的人 拿到实验室来 不给他吃 叫他做力量 叫他动脑去 他的体重减到一半 他脂肪细胞 小到四分之一 数目不变 就好像一个口袋多等着 他们一回去 这个口袋一看脂肪就拿 反过来 正常的人 我给他吃 叫他体重增加 他脂肪细胞数目不变 就是胖一点 那么那些人出生了以后 他的脂肪细胞就多的人 那这些人 他是不是胖一些没有关系 还是说他们的危险性更大 刚才讲到这个讨厌病 就是说 这个人让他知道自己的 我很胖 所以我的能量最好用脂肪 我要把它烧掉 所以这样的人 他经常用脂肪用脂肪 他好像就忘记了 怎么用糖来攻击能量 这就是刚才讲到糖尿病 糖尿病是很简单的事情 糖尿病就是尿里有糖 有糖尿病 那么尿里的糖哪里来的 血里边来的 那血里边的糖哪里来的 你吃进去了 所以你吃进去的糖 你应该是放到肝脏里 放到肌肉细胞里 给它下一次用 所以你吃了糖以后 这个东西放到窗户里 这也不很要紧 那么这个糖怎么放到肝脏里面去 怎么放到你的肌肉细胞里面呢 大家一定听见过一个胰岛素 人吃糖以后 胰岛素就分泌 胰岛素的作用是什么呢 胰岛素像个钥匙一样的 他就跑到肝脏门口 把这个门打开 这个糖就进去了 糖一进到肝脏里面 血糖就下来了 但是因为你这个人经常用脂肪肥泡人 他就不用糖不用糖 虽然你有胰岛素 他去啊 这个锁好像锁住了 开不开了 忘记了 这个是二类糖尿病 就他有胰岛素去开门 但这个门开不开了 一类糖尿病就是说 他由于某种疾病 他胰岛素不能生产的 所以你吃了糖以后 血糖上去上去 没有人去敲这个门 那么有人就问了 他说血糖是能量吗 我能量多一点有什么不好 这就好像 叶凡我们给很多学校送食物去 送食品去 你这个食品要送到学校给小孩吃 你这个食品在公路上 不但把公路堵住 还没有用 一样道理 就送到半路上 然后翻车或者 反而他也拿不到这个食品 所以糖尿病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回国来说到二类糖尿病 它是因为肥泡引起 所以你如果通过运动 能够把肥泡减掉 二类糖尿病就慢慢慢慢会好一点 这是大概肥胖和糖尿病的关系 那么对那些就是出生了以后 它遗传性的就是脂肪细胞就多的人 那他这个要减肥就非常难 特别是到了最后关头的食堡 就更难 对 所以有人就问了 只让这么难 我们这种还干什么用 你讲了半天 问题是说如果你按照健康的生活方式 你如果控制 你能够把这个危险减少到最低程度 你不能说我已经遗传了 我这脂肪细胞 我不要运动了 所以这就牵涉到就是怎么样的减肥 等等我们可以考虑去 怎么样减肥是科学的 那么怎么样 你现在跟我们讲一讲 减肥就是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对于体重 如果你去看广告 他说十四就成功 一星期给你多少 最新的方法 最新的发明 都是骗人的 因为体重关键是 筋和粗的平衡 筋就是吃 粗就是运动 所以第一步 就是说你要 你要算一下 你每天吃的东西有多少 这个一般人都不知道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要做三到五天 你写下来 你喝口水也寄下来 早上油条一根 豆浆一杯 多少豆浆 放糖没有放糖 那么十点钟 有没有加入水果 有没有中午吃什么 你算下来 那么你不懂呢 你可以去专家给你算下 你一天进去 不是大家都做一个叫 叫卡罗里 卡罗里 你算一算 一般像我们这样 如果说坐在这里工作的 两千到两千五 一天够了 如果你运动可能三千 你如果说马拉松运动 可能要四千 或者减量运动 一算下来以后 专家跟你说 哎呦 你过量了 那么你过量了 这个能量就变脂肪了 所以你第一步要算算 你净多少 如果净多了 要减掉 其实现在很多 不一定要去问专家 在网上都可以查到 某一项食物的热量是多少 对 而且就是按健康标准 现在食物 它这包装这个盒子上面 它一定要写明里边有多少糖 多少颗糖 多少颗蛋白